如果要R是Read 其实理论上档案不外乎就赌 不外乎就写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把 学生人数总分平均 这个把它输出的结果 我想要把它存成一个 类似像报表的一个结果档 然后存在指定的路径底下的话 那我要怎么存档 存档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就是这一个程式里面 把R改成W 然后把Read改成Write 但是这个Read是Return 但是Write就不用Return 所以这个全面就不用Return 可是在这个刮户里面 要把它指定一个路径 理论上最后 因为如果你假设结束了之后 一般还会把这个档案物件close掉 因为没有close掉 它会lock住这个档案 它会变成说你将来 如果要删掉删不掉 因为它会载到记忆体里面 OK 那怎么把它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首先的话呢 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那势必你就不能用Printer 因为你Printer的话 Printer只是把结果Printer出去 看就是看到在控制台看到而已 可是如果你假设要存档 你必须要把它变成一个四串变数 那怎么样 也就是把这些文字 这些文字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我在上方呢 会先新增一个S的一个变数 也就是说我先在上方 先在一幅的上方 增加一个S等于空的一个变数 S是变数名称 里面没东西 有点像是那个串列一样 先空的 然后呢 我将来就把资料放进去 那List是点Append的 那这里的话呢 如果你假设是文字的话 就是S等于S加 OK S等于S加意思说呢 我本来是没有东西 那我把后面这一串呢 把它加到这个S里面去 所以我刚刚怎么做 其实我刚刚的做法是 先在上面新增一个 然后我就直接把Print这个 刮壶里面的 刮壶里面的东西 就这一串 直接复制贴过来 贴到这里 OK 那你会发现我尾巴这边 会多一个东西 多一个反斜线N 在后双引号的前面 加一个反斜线N 那你说老师 你加这个反斜线N要干嘛 记得吧 之前好像有讲过 上次上次有讲反斜线N 它其实就是一个换行 OK 所以如果你没加 它会变成接在后面 变横向的 那如果我希望有刚刚的效果 因为Print本身会换行 因为如果假设你直接串字串 它不会换行 所以我就把上面的这一串 复制贴到底下 所以上面这一串 其实是S等于S加 然后里面我多增加一个反斜线N 的换行 OK 那一样同样的动作 所以在S等于S加 再把这一串 一样复制贴到底下 这一串复制到底下 那一样我就反斜线N 记得在后双引号的左边加一下 这个不用 因为这个后面就不用换行 所以一样把这一串复制贴过来 S等于S加 好 那最后的话 这个Print这三行 其实我就暂时先不要它 所以我就用什么Ctrl-E 选起来Ctrl-E 这样子 把它前面加一个紧字号 好 这个时候得到的结果就是 它已经帮我把所有的文字 通通串在那个S里面 OK 那接下来做一下 底下的话就是Print S就可以了 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 这边就把它关掉了 对不对 所以最后结果应该会跟刚刚一样 只是说我们是用一个S的四串 把它全部串一起 有没有看一下 这三个没错 1 2 3 三个全部Crint 结果应该就是正确的 1 2 3 OK 好 那你说老师那不是跟刚刚一样吗 最大的差别是说我要存档 如果我要存档没有这个变数 那没办法存 那怎么存很简单 把这两行Ctrl C 然后所以 如果你假设要存档 之前第一步一定要先产生一个S 第二个的话就是 with open 然后你要存的话 这边记得改成W 那存哪里的话 这个可能会有个问题 因为C叠好像就是系统叠 他不喜欢让人家存 我放在这个TEMP底下 所以你们如果自己找一个资料夹 不要放在C 我就放在C底下 我这边是有个TEMP 如果你没有一个TEMP 你自己新的一个资料夹 然后我就放在这个C冒号斜线的TEMP 然后名称的话叫C 这个就一个 然后斜线斜线 记得反斜线要两个 在C底下有个TEMP 然后帮我存一个档案叫 ENG加一个底线好了 RPD report缩写 点TST 然后帮我write出去 所以呢 我是拿上面的这个图 拿来改 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就是改路径 因为你要存出去的路径 不会跟他一样 然后把这边改成W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不用return 因为不是读 所以这个不用 把后面的点read 改成叫点write 点write 其实你如果点下去之后 打一个w他应该会出现 如果你懒得打的话 他可以用选的 点write 或者你自己打一下 点write write 到哪 点write write 这个瓜糊里面的话 需要跟他讲说 那请问一下 你要写什么到那个档案去 那很简单 放什么呢 那就放一个s就可以了 有没有 他就帮你把这个s里面的资料 帮你把它写到这个档案里面去 OK 应该可以知道这意思 然后最后的话记得 再多写一行 就是要关掉它 所以你在利用什么 file 还有物件 点什么 点close 所以你打个c close close的话 打个c这边就出现了close OK 这一行其实不加 如果你没有删掉那个档字不影响 不过他就luck住那个档 所以最好还是加一个close 好 所以我们理论上就完成了 所以怎么写档 写档的话 第一步记得要先把所有的文字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等于是这边加一个变数 然后s等于s加 串串串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写档 写档的话 我是直接改大概几个地方 大概就这几个地方 好了 OK 那最后的话我们来验证一下 看一下结果不OK 不过如果你用chargb 我想应该他也会帮你写出来 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难 而且常用 执行一下 好 结果的话 他没有错误讯息 那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来跟目录找一下 C的TEMP底下 有没有多了一个档案叫ENG底线RPD点 有耶 OK 那打开看一下 结果就出现了 有没有 他就有一个简报档在这里面 所以以后你做完的结果 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存成什么 存成TSD OK 当然未来那个副档 有些有些人会把它存 如果是大量的表格资料的话 假设你不存Excel的话 有的会存成CSV 因为CSV将来也会用Excel开启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存档的部分 存档 请结束 加 alumni 产生 15 15 好